好,让我们来认识Microsoft Excel里的Roles、行、Columns、栏位和Cells储存格 好,当我们来到Microsoft Excel的编辑区时 我们可以看到其编辑区都是以方格式来呈现 而每一个方格也就是由栏位和行所组成 好,在我们的编辑区上我们看到有ABC字母 也就是代表Columns栏位 而每一张卧区上由A字母顺序排列到最后的IV 总共有256个栏位供我们编辑 好,除此以外 在编辑区的左边以数字1234来排列的既是为Roles、行 而一张卧序上从第一行开始 顺序排列到最后总共有65536行 供我们编辑区时 好,让我们来认识Microsoft Excel里的Cells 当我们把光标停留在某一个栏位的某一行上的方格 也就是我们的Cells 假设我把光标停留在A栏位的第二行上 也就是表示此方格为CellsA2 好,以上就是Microsoft Excel里的Roles、行、Columns栏位和Cells储存格的介绍 感谢观看